华盛顿一人也 岂是勇于盛广 歌剧雄于曹流 既已提三尺剑 开疆万里 乃不见谓好 不传子孙 而创为推举之法 己于天下为公 亲心乎三代之一役 其治国 崇让善俗 不上武功 亦炯于诸国矣 于见其画像 气貌雄亦绝伦 乌乎可不为人节已哉 米利坚合众国之为国 浮原万里 不设王侯之号 不寻世袭之规 公器复之公论 创古今未有之局 一何其也 太惜古今人物 能不以华盛顿为称首哉 美国华盛顿纪念碑的第十层 有一块小石碑 它是华盛顿纪念碑中 唯一的中文石碑 碑文选自晚清名臣 徐济渝的迎环之略 正是我们开篇时所念的那段话 称颂了美国国父 华盛顿领导的独立战争 以及美国的民主制度 在中国的教科书中 晚清史满意着压抑和耻辱 中国人从船间炮利入手 可惜未能成功 幸而后来 共产主义的春风传入中国 从此才翻身浓浓把歌唱 这样的描述不但扭曲甚至失真 中国的晚清是另一番景象 那时候的中国知识分子 不但不颓丧 相反 他们心态开放 眼光长远 见解深刻 对未来信心满满 徐济瑜山西五台人 师从著名才子高厄 这个高厄正是《红楼梦》的续写者 徐济瑜仕途顺遂 19岁中举 31岁中近视 随机入汉林 1846年 徐济瑜任福建巡抚 尽一切可能搜集西学 他在厦门认识了美国传教士雅碧里后 开始广泛接触英美传教士 如鸡四可地探求中国之外的知识 寻找西洋诸国强盛的根本原因 1848年 迎环制掠成书 值得一提的是 也是这一年 共产党宣言在英国正式发表 徐济瑜并不重视船舰炮利 认为这是舍本竹墨 在他看来 中国最应该学习的是西方制度 他这样介绍英国的议会制 都城有工会所 内分两所 一约绝房 一约相身房 绝房者有绝位贵人 及耶稣教师处之 相身房者 由庶民推则有财食学术者处之 国有大事 王玉相 相告绝房 聚众公义 参议条例 绝其可否 赴转告相身房 必相身大众允诺而后行 增减课税 筹办堂享 则全由相身主义 徐济瑜对美国制度与文化 表现出极高的热情 他详细解释了美国的独立战争 乾隆中 应与佛朗西购兵 连年不解 百方扩享 税额被加 乾隆四十年 身旗聚工局 欲与居首大求卓益 求逐役者 都争欲集 众结怒 投船中茶叶于海 某举兵巨英 徐济瑜认为 华盛顿 以开国之功 却不当皇帝 是创古今 未有之局 赞扬美国 废除了世袭制度 实行民主选举 他还介绍了美国各州州长制度 分建为国 美国正统领一 副统领左支 以四年为任满 即不重一支 重节约贤 则再留四年 他惊叹于退休官员 竟与普通人无异 也发现美国官员 普遍不贪腐 奉额之外 不得私用分毫 除了美国 徐济瑜对瑞士 也推崇被制 瑞士 稀土之桃花原野 不利王侯则相关理事 他对于瑞士十三州各拥强兵 但政府竟然视若无睹 感到惊奇 岂不易灾 迎环制略并不局限于政治制度 而是着眼于亚洲 欧洲 非洲 和美洲各国的风土人情 历史大药 宗教信仰 以及军事和工业发展 他介绍天主教为阳教 基督教为西教 讲解了阳教与西教之争 描述英国军事是重水师 轻碌碌 描述美国经济 城内万史云连 百货填益 书中甚至提到了 当时还少有人知的南极 近南滨海一带尚有国土 其广霞未能响野 迎环之略的视角是世界的 中国的知识分子 终于打破了天朝上国 是宇宙中心的执念 开始重新观察这个世界 1853年中国宁波的美国传教使团 将迎环之略中的文字 刻在石碑上 捐赠给华盛顿纪念碑 此书传至日本后大受欢迎 被称为世界的指南 迎环之略早于福泽预计的西洋事情 郭松涛 1818年生于湖南 1847年重进士 太平天国爆发后 曾经协助曾国藩创建湘军 他在上海广东围观时 开始接触洋人 1876年被任命为英国钦差大臣 成为晚清中国第一位驻外公使 和徐济瑜一样 郭松涛同样认为 制度的变革才是根本 西洋立国 有本有末 其本在朝廷政教 其末在商谷 造船 置弃 相扶一意其强 西洋之父 专在民 不在国家 其有百姓穷困 而国家自求富强之力 比徐济瑜更进一步 他开始意识到法治的重要性 本者和 刚记 法度 人心 风俗事也 也发现舆论监督必不可少 一切情势 结著之心暴 议论得失 互相辩驳 郭松涛批评中国 自汉以来 教化日威 上交下产 粉饰太平 民风闭塞 盗贼横行 他甚至遇见了中日之间的差距 助攻 欲以无本之术 娇娇之气 以求胜于日本 愚人愚己 两师之 当然他也并不反对 学习西洋的器物 敦促清国派遣学生 到英国学习 比郭松涛 小十岁的王涛 曾经对中国的未来 充满信心 无知中国不及百年 并且禁用 太息之法 而驾呼其上 他还是中国 最早倡议 废除君主专制 实行君主立宪的人 当然 反对的声音 保守派 甚至极端保守派 也有很多 但晚清的知识分子们 对于学习西洋政体 是达成共识的 其中最大的阻碍 无非是道统之争 正是在他们的不断启蒙 甚至流血牺牲之下 才有了后来的改革 然而谁也没有预料到 立宪共和 激进环境 改良革命 前前后后折腾许多年 无数人前赴后继 中国人最后 却选择了共产主义 就在晚清知识分子 尽数凋零之后 社会主义思想 开始随着新文化运动 传入中国 那时候 许多知识分子都认为 共产主义 更具有先进性 不过他的兴起 竹因 还是苏联 对中国的输出 并与当时中国的政治形式 相互结合的结果 共产主义 最开始 是非常国际化的 它的目的 就是向全世界输出革命 正如马克思 在共产党宣言中 所说的那样 他们的目的 只有用暴力推翻 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 才能达到 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 失去的只是锁链 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 自1920年起 到此后的多年间 苏联为中国革命 提供了海量资金 当然世界大环境 对中国也有着影响 彼时民族主义兴起 中国人从晚清时 一心学习西洋 最终走上了 达到帝国主义的道路 共产主义在亚洲 非洲 美洲和欧洲 不断输出革命 给全世界造成的灾难 绵延至今 然而它并没有在英美 落地生根 反而在远东 大行其道 1607年 宋神宗继位 取用王安石为汉林学士 次年 王安石上书 主张变法 这一年的春节 就在家家户户 都忙着迎接新年之时 一想到变法 将给这个国家 带来的新气象 王安石心中 豪情万丈 提笔写下了这首千古名篇 暴株声中 一岁除 春风送暖 入图苏 千门万户 同同日 总把心逃 换旧符 这首浅白 却充满喜悦的诗 却像是魔咒 总把心逃 换旧符 此后的千年 中国的重大改革 无一不以失败告终 中国人从晚清时 渴望学习西方 到打倒帝国主义 再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这条路走的是如此曲折与漫长 如今 中国即将再一次走进抛弃世界 并被世界抛弃的怪圈 也不知道迎接这片土地的 会是怎样的未来和命运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我是文婷 咱们下次见